好了 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咱们继续来看例三 有六个小问 但是同样的每一个小问都是比较容易能够解决的 第一小问 有三名男生 四名女生 然后排列方法总数 第一问 全体排成一行 甲只能在中间或者是两边的位置 那这个简单了 七个人排队 然后甲有要求 那是不是先满足甲就可以了 甲是只能在中间或者两边的位置上 那这所谓两边就是把头的两个位置 就意味着两头的最左边最右边和最中间 是不是这三个位置甲可以随便选一个吧 那应该是三种 然后剩下的六个位置六个人随便排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三乘以A66 所以你看第一小问对咱们同在讲 应该都变得非常简单了 三乘以A6答案是2160种 好 第二小问 全体排成一行 这俩怎么这么多事呢 是吧 现在要求是甲既不能在左边 又不能在最右边 那这个我们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特殊元素 一种是特殊位置 我们可以从元素就是甲入手 好了 你左右两边不能站对吧 那从中间的五个里面 你选一个站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去站到中间去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中间有五个位置 那么甲的选择应该有五种 然后最后剩下的A66 或者你可以考虑啊 那就是两边 是不是先用两个人把它站好 这样甲是不是肯定就站不去了 那这个列式虽然有所不同 但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有性同学可以来算一下 好 那最后教育的结果 五倍的A66 答案是3600种 好 第三个问 全体排成一行 其中男生必须排在一起 马上告诉我什么办法 困当法 非常好 那咱们把这三个男生捆在一起 然后跟剩下的四个女生一排列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捆在一起当成一个整体 跟剩下的四个女生 相当于就是五个人在排 那就是A55 好了 处理完整体之后 再来看局部 这三个男生内部一交换顺序 又有A33种 所以最后结果应该是A55 乘以A33 最后答案应该是720种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小问 可以吗 各位同学 好 第四问 全体排成一行 男女各不相邻 不能相邻 什么 不能相邻 不能挨着 离我原价 对不对 查控法 对不对 一道长期来 好了 那这里面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了 男女各不相邻什么意思 就是男生和男生是不能挨着的 女生和女生也是不能挨着的 有两个要求的 能明白了吗 就是男生和男生不能挨着 女生跟女生之间也是不能挨着的 那也就是我们的男生女生肯定应该是怎么样的 间隔排列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 是不是就比较好解决了吧 对不对 那你想想三个男生四个女生必须的间隔排列 只能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个位置肯定是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然后女生可以交换位置的 对不对 那就是女生有A44种 然后男生应该有A33种 所以这样的话算出来结果 是不是就很容易解决了 那也就是大家要注意了 比如说这是女生 这是男生 然后女生 男生 也就是女生的四个位置 这四个女生是不是可以任意交换的 然后男生也可以 这样间隔排列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好同学说 那你看老师我用插控法怎么做的就不对了呢 比如说你看 我先让四个女生排 是不是应该是A44 你看跟你的A44是一样的吧 然后四个女生排完之后 是不是控出来了 五个控 我把男生三个插到这五个控里面 不也间隔开了吗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就是A53才对呀 对呀 是吧 可是你刚才说的那是A33呢 我这我没有看出来错了哪儿啊 这不满足要求吗 个部伤力插护法 别挨着嘛 不行 同学们 嘉嘉已经吵到了 不行 你找到了没有 哪里有问题呀 这个万一那中间不放男生的话 女人就挨着了 比如说嘉说 万一中间这个控咱没有放男生 因为男生只有三个 不能把五个控都占满 对不对 万一我的男生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那中间这两个女生 树之间相对就没有男生了 那就因为他们俩就挨着了 可是我们说的是男女各不相邻 就女生和女生也不能挨着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咱们的第四小题来讲 同学们知道这种插控法问题出在哪了吗 那如果你真用插控法来做的话也可以 那么女生排完了之后 就意味着这边和这边的控 能不能放男生呢 不能 男生必须得插在这三个控里 是不是才可以 或者您可以这样想 男生少女生多 对不对 先排男生 三个男生排完 是不是正好有四个控位 正好四个女生往下一放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这要提最后的结果 A44乘以A33 记住咯 不是A53 最后答案是100 44种 好 这是第四小题 有一个小的陷阱 希望咱们同学一家把它看清楚 接下来第五题 全体排成一行 男生不能排在一起 1.44 不跟第四个问一样的吗 不挨着吗 嗯 是吗 这四个问看一眼 男女各不相鸣 就是男生不能挨着 女生也不能挨着 可是现在主要求的是 男生不能排在一起 女生挨着行不行 可以 可以的 全体很认真 一定要仔细一点 那就是刚才咱们第四个小问给出的那个错误结果 对不对 它反而就是我们的第五小问的正确答案了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我的题目稍稍做一下修改 你的方法和结果都完全不同的 好 这个就是先排一下女生 因为男生不能挨着 对不对 男生先到一边去 女生排完A44种 五个空 插进三个男生 A44乘以A53 最后结果1440种 好了 最后一个小问 全体排成一行 其中甲乙两人从左之右的顺序不变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七个人排队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随便站位置的 那如果没有要求的话 咱们就看我们的甲和乙 那比如说这个是甲 这个是乙 对吧 这个黑的是乙 那甲是不是可以这样站 乙是不是可以这样站 那是不还可以这样子站 如果这样子站的话 大家来看从左往右 甲是不是应该是在乙的左边 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应该甲就是在乙的右边 对不对 但是现在题目要求的是 甲乙两人从左到右的顺序不变 也就是这七个人排好队之后 你从左往右看 你看到的甲乙两人当中 第一个看到的一定点是谁呢 甲 非常好 一定要先看到的是甲 然后再往后可能才看到的才是乙 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 我的甲在这套乙当中 就必须得站在乙的左边 不能够去站到右边了 能理解了吧 当然了 甲乙两个人并不一定非得要挨着的 所以你看我刚才的问题是 当这七个人排好之后 你从左往右看下去 甲乙两个人当中 第一个看到的就必须应该是甲 但可能你第一个看到是甲之后 可能隔了好几个人才看到了乙 但这叫不叫甲在乙的左边 也叫 也叫的 对不对 所以甲乙两人不一定非得要挨着 那这个我们怎样处理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呢 同学们来想 其他人们有要求对不对 你想想 甲和乙 不就是两种情况吗 一种是甲在左边 乙在右边 另外一种情况是不是就掉过来 对不对 那大家想 甲在左边 乙在右边 对应的排法 跟掉过来 对应的排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它是总排法除以2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A77除以2 七个人任意排的情况当中 是不是肯定有一半 是甲在乙的左边的排法 还有一半就是甲在乙的右边的排法 所以除以2就搞定了 2520种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例三 我们的六个小问也全部都讲完了 又把咱们学故事排列和相关的方法都复习了一下 希望你能够把这道小题都掌握清楚了